可能想先請問一下 有去過通舊照片? 舉一下什麼? 大概只有不到一半 那沒關係,因為之後會去 其實之後的那個工作假期的時候我也會去 那我覺得說很多東西可能要現場 去讓大家來勞結會很好 其實有時候照片雖然說可以帶走一些東西 但是有時候看到現場時會比較有感覺 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說 就當上了智能生態 那我們都知道說基隆是一個下午下午多不多 一年有365天至少有三分之二 去年有一個基隆的新聞是說 有一個禮拜基隆的陽光只有幾分鐘 明天幾分鐘 幾秒鐘也不知道分鐘 很可憐,那一個就不知道 那下午下大家就說受不了 那我們人都受不了 那你覺得植物動物受得了嗎? 那你們那邊 沒有,有一些植物很喜歡 有一些植物很喜歡 那有一些動物可能就比較難受 不一樣 那我想先請再請教一下 有去過的你們覺得那邊的植物 是比沒有什麼比較有特質的? 有印象嗎? 植類很多 對,植類很多 那我們大家都有印象 植類是喜歡潮濕的 對不對 那還有嗎?還有其他人嗎? 有沒有 沒有,沒有關係 好,我們是從植類來講 我們印象中植類喜歡水 那個 那 淡淡古道大家知道 這也是淡淡古道的水中 那淡淡古道的入口印象是甚麼 雙善絕 那雙善絕 那雙善絕 喜不喜歡水? 喜歡 可是他一定要很死 你在生命裡面看得到雙善絕嗎? 想一想 看不到 生命裡面看不到這個地方 而是在路邊 就是在開闊的寧原處 才可以看到雙善絕 那我們說一個地方 一個種植物喜歡水 絕類都是喜歡水的 基本上是喜歡水 可是喜歡水的程度是有分的 可以了解嗎? 鼻桶樹比較喜歡水 還是捲膜比較喜歡水? 捲膜 好 有兩種 就是鼻桶樹跟開闊樹 哪一種會覺得比較喜歡水? 就是素型 想不到它嗎? 不然你們知道鼻桶樹 那其實每一種 蕨類喜歡水的程度不一樣 那蕨類裡面還有分喜歡陽光的水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 不是說所有的蕨類都增長在 非常潮濕溢濕的地方 那有些蕨類像蟒奇 它就喜歡增長在很大片的裸露的原地上 那個它就不會在生命裡面出現 我直接要問一問一問 雖然是喜歡水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也有一些品種是會比較喜歡陽光的 讓你們多說 那 這一張圖是 這一張圖是5分3 那個光線是在裡面 也沒有光線 好 這裡是5分3的氣象站 那其實我們拍的時候 其實這裡就是大概是 滿東峽谷的部分 就是下子 可以表現嗎? 就是等於我們看過去 因為我們拍不到 那是在到處路上拍的 所以 下面又沒有那個航空機 沒有空到這裡 好 好 第一張是晴天拍的 其實要拍到 那個 放個看一下 好像不懂 好 第二張是陰天拍的 就是整個迷霧 其實很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 一路 一路到那邊的還往下 可以了 謝謝 好 那我們再講淡南古道 因為 我們還是要了解先說 我們淡南古道有 北路 中路 南路 那哪一條先 大家知道嗎? 之前上面有講嗎? 沒有 好 你覺得如果你是來台灣的移民 你會從哪一條路先走? 北 東南 哪一條? 北 北 因為北比較偏海邊 比較好走 那早期 台灣的山裡面有很多原住民 其實會更平補足 其實會對外來人比較排斥 所以那時候 大概在走的時候 會從北路線走 那走一走之後 會走軟軟這裡的中路 開始走中路 然後最後的時候 因為 原來繞這麼大一圈 每次都要從 這裡六張裡 淡水 那個 蒙甲 蒙甲 然後 要繞這麼大一圈 大家不想 所以後面就有一條 從石町那邊過來的 這條是最近的 所以這最後躲出來的路 所以才會有北中南路 那 我們 反中就到 就是軟軟到十分這一段 是中路 我是要轉一下 它的地位是中路 那其實 你們現在會看到很多地方都標榜說 我是淡蘭古道 那這個是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只有這一條是淡蘭古道嗎 如果真正定義上是只有 北路的一條到草野的一條 是比較正式的 那這個都是淡蘭古道 那其實現在很廣義的淡蘭古道是 我家如果在這裡 我有一條路通到這個上面 這算是淡蘭古道 現在這樣都算了 了解嗎 就是說現在很廣義 就是我只要我的路通道 為什麼會通到這個 這個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住在各個地方 那高速公路我們都要通到高速公路 就是把高速公路通得到 這個讓大家清楚 知道一下 中路 好 那 我們如果是走 只是軟洞就到 其實應該是會只從 軟軟火車站開始走 走到那個軟洞峽谷的路口 可是這一段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車道了 我們也都不想走 因為車道的話就比較好危險 沒有什麼空氣感 真的有危險到 比較沒有空氣感 所以一般都跳掉 然後一般都是從 軟洞峽谷的那個 停車場 現在有整個拖拉什麼 就是露雨的那個 旁邊進去 然後開始走 然後走到哪邊 走到那個 領頭土地公路 這裡還有一個老寮坑 這是老寮坑椅子 那 一般是會這樣子 直接走上去 然後這個重點是那個 領頭土地公 那再走下去就是那個 平溪的煤礦果管 或是說你可以弄到 十份那邊的 另外的煤礦果管都可以 然後煤礦果管 那中間還有一個老寮坑古道 其實這個都算在裡面 好 那他以前因為是 軟洞到十份 所以又叫十份 會有不同的稱呼 就好像我們一個人會有不同的 時代會有不同的綽號 不同的名字 那其實這條步道走前真的很舒服 好 好 這是簡介 好 那因為為什麼他叫舊大 就是說 這條路可能在剛 時候在建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 南橫、北橫 請問都是自己開花出來的嗎 其實都不是 都是原住民走的路 或是以前開花腦搖的什麼路 就是說用舊有的路去 再去接彎曲子 盡量去接彎曲子去創造 所以這個為什麼叫舊大 就是說 他們在整隻這條路的時候 就是有原住民列記 類似那一種 比較走出來的好多路 他們把他再做真的 你覺得說 哪一段是他們可以有的 這樣子 然後把他救了 所以才會有救到這個程度 然後在1807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了 已經有開始開花了 那更早之前 當然會有原住民他們自己走的 會點大概200多年 這個大概是這樣 在1770年的時候 就有一些 所以巴魯喚基就是一個社在那邊 就是他們跟他們有一個定的企業 讓他們知道說 有人進來這邊開墾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這條路的行程 然後其實現在到 為什麼說終點就在那個 頂頭篤地公 因為後面的路就看不到 就是以前的路很多方位 就很少走 所以現在就是另外有開的路 也就算是 現在就是變成說有疹子 大家看一下 就是走在這種步道上 你看一下 那一種感覺 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說 雲路飄來的時候 本來是很好的天氣 像今天 就是雲路飄來的時候 都變不好 再變紅 而且剛才說 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在下 其實不是說整天在下 是那一天有部分的時間在下 所以你經常遇到的 天氣就是十好十壞 那這到這邊的感覺說 你有沒有看到人 有看到人對不對 來這裡看到人 那因為 為什麼會 零下會這麼的育碧 因為這邊的水實在太多了 這植物長得很好 很貌盛 如果一小段時間沒有走 那個 植物可能就會 把路蓋過去 他其實有分三條路 不同的路線 有一條比較難走路 那種比較難的 甚至上去要接哪 那個其實 你如果不守真的不要亂走 因為很容易開 那也有這種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已經 我們整理好了 但是你看這種整理好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條步道 你這樣 如果說你們來看的話 你們覺得這個 看到這個現場 你們如果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你們會對這個步道做什麼結果 很滑 對 感覺很滑 因為絕對很多 信材 有沒有 都長得滿滿的 然後這個都是長得滿滿的 真的很滑 而且有時候 連續一個禮拜都出太陽 還是很滑 為什麼 因為太陽照不到這個地方 樹太密 尤其是那個 老僑跟步道那邊真的很滑 如果下過的時候 真的是 要去要做好 要很小心 連穿雨鞋都不夠 都會滑 那這個是下來的部分 那你看這個絕對就很多 你看那個絕對都還很高大 你看那個絕對都還很高大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認識吧 鍋柏玉 鍋柏玉 然後上面那個是 野桶 還有水冬瓜都有 那你看這個 這個是從那個大漆生態農場那邊 往外走的聯絡到 就是要聯絡到農場 就當那邊 就是整條路都是 一桶樹 很狂張的 那你看這個長接這樣子 那這個看上去也是 這有很多比同樹 那就比較開闊 像這個就比較開啞 那這個會不會覺得很茂盛 可是那個茂盛就是比較 比較陰暗不是很亮的那種茂盛 是比較陰絲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水冬瓜水冬瓜 然後就是他 目線 林頭土地公 就這樣子 就從他上面會有一個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 部分人還沒有去過 那這個是進去之後 第一個土地公 就是說你從那個 板東峽谷走進去之後 然後到大清農場之前 那只是我覺得 他漆成紅色我真的很不喜歡 我記得那個是女子 因為這種百年土地公 都是古古的 枝頭的顏色 那就這個 那紅色的 現在是妙一種喜慶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說這樣就沒有那種 勾五個一次了 我就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我是 希望你要跟你跟當地勾的時候 比較共同 是不是可以 我會想到我們剛才他一個就好了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是不是好很多 對不對 就不是那一種 雖然說你在舊舊的 可是那種感覺 你才走到那種 200以上以上 在這種感覺 那還有淡人口 其實走過去的時候 你 不然要走到暖東 又到那個路口的時候 會有一個淡人口 那這個就比較 沒那麼早 那還有一個是 你到路口處 有一個 加東西 這個應該是比較後面的 這個 可能當初那時候就很壯 但是這一個我就沒有辦法 這個意思就要再說好了 這就是你要去下禮拜一堂 你可能不會到處 所以你還是要回到你 你有點短 那這個就是最傳統的土地公園 丙剛才那個石頭 搭的 你頭土地公還要變長 因為最早的人自然崇拜 是說我這裡有一個 來這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我要蓋土地公 為什麼要蓋土地公 從三省來土地 最親近的 跟我們親近的 可以照顧我們 那跟台灣 你們知道台灣有多少的觀音山 觀音山 你們聽過的就好 台北 巴黎那邊 對不對 觀音山 那還有 哪裡有觀音山 高雄大社有一個觀音山 那其實台灣的觀音山 除了必買多做 為什麼要那麼多做 因為先民來台灣的時候 都是民鄉被淺 很孤單 那你一個人在這孤單 然後又有張立志祈 那時候來台灣的死亡 現在那個 Coding Night 死亡率多少 有沒有死牠 沒有對不對 現在都沒有 現在是親的就牠 比較不擔心 那時候來台灣的人 是 那四殺牠 不回頭 六死 三流 一回頭 四死率牠 法案是六死 那死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種 那葬立志祭也是 或是被猶豫 所以 那時候來台灣 是一種很猶豪 你看死亡率差不多 我們那時候 去年 Coding Night 在疫情在八八十的時候 那時候死亡率也沒有到達 10% 大家都已經很簡單了 那時候會傳染 那你看 你如果來到一個六五死的地方 是不是心情就很麻煩 所以 他們為什麼要 在那個坡主地公 房間主地公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在房地 有生命保護 那關於在裡面 就是跟自己家鄉收集的東西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我要有的理解 所以你會去到很多地方 其實會有一些相同病 像四壽三圓 五三象山 尤其是象山 更多地方很多都會有相同 去哪裡翻看 會不會是相同 去哪裡翻看 去哪裡翻看 會不會是相同 那就是說 那個都是說 我要跟 那為什麼 跟生命經濟的保護 就是說 我也可以得到生命的保護 躲在這裡工作 有生命到房間 我就會理解 所以主地公用了很多 你看這樣小小一段路 就已經有好幾個主地公 那有些可能 用這些 那這是最大的主地公的狀況 就是說 它只是用簡單的石頭 搭建起來 裡面放一顆石頭 連寫字頭裡面 就是擊敗那個石頭 就代表那個石頭 就是主地公 這樣 然後旁邊的話 就知道 旁邊會有一個 釘子咬山 旁邊有一個小山頭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上去了 你們知道已經 好 那我們來講實在的情況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開始 地址開始 地址 地址 這個可能會對你們講 比較難一點 那其實 為什麼要講 其實你們要只要記得 它是沙岩跟葉岩的火車 那也有煤礦 所以這裡面會有礦場 其實聊天以前有開煤礦 有開煤礦 那最早是障礦 最早是障礦 然後後來中大漆 然後都是吸的吸水 穿條 因為我們去過就會看得到 就是這樣 這樣子 那這個乳酥算新開了 旁邊的乳酥 他們為了讓人家恐怖的時候 因為之前都要說吸 就是過小的吸 甚過小的吸 但是有時候下雨的時候那個 吸水也很穿 吸水很穿 所以它門後來就開了 然後你看那個大石頭 因為這裡算是溪流的上門 所以大石頭很多 那你如果到溪流的下雨 到出海口 或是已經出海口 那裡出海口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都是藍石 因為都已經磨過了 那你看說大石已經磨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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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這個是在入口出過的 第一個橋之後 要把那個 冷凍價格的時候 開始走的時候 會有這一塊石頭 那其實 就是這個橋 我不知道去過人的印象 那其實這塊石頭 非常的巨大 那其實在這邊完成 它是冷凍小的部分 這就是冷凍小 它就是因為河流 水冷凍落差 河流 河流 所以就形成下雨的異形 因為它這裡是薩葉眼 那薩葉眼就是比較被光滑掉 它不是往生眼 那步驟就在旁邊 可以看到步驟步驟的很剛好 其實你們去的時候 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它上面的森樹 長得很久好像要掉下來一樣 好像沒有找到照片 那你會從刷成浮穴地形 會有浮穴地形 那這個就是浮穴 只是你們講的浮穴也會更小 其實浮穴有大大小 那其實在那個 然後火車站旁邊那個橋 那邊去看就更多 那邊去到一條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嚴懲是沉積也很交錯的 所以它的那個地形的話是 滑步 滑步 往下 那其實角度 很斜 看起來是45度 那我說這邊看我的規劃 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天然溝化 但是這是要做好 其實在於 我不知道大家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在做自然方向其實也要自然體驗 那其實這裡就是很好的體驗地方 那你做體驗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安全的措施 就是偶爾發生意外 就是注意一下 那其實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域 有說新聞條例 然後讓人家去體驗 有這樣的地域 其實 沒有多少地方有這種地域 然後剛好是斜度 他這樣可以真的像溝化的一樣 他只是 因為我們有試過在房間寶車 是有點危險 會這麼大 那有點小朋友混在這邊 就是這樣 就是比較沒有水的時候 有水的時候會比較多 因為像是看水 然後這個是水比較多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可以把它引流過來 讓它整個都是石頭可以做體驗 那我們會看到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石頭 就是有結尼 可以理解嗎 一層一層 因為它是層積眼 層積眼就是說 殺過來一層 然後不同的石器的殺一層一層 所以它會形成不同的 層是像千層蛋糕一樣 千層蛋糕 不是一層一層的樣子 千層蛋糕那種 但是它的層還是 這裡比較密合 這一段時間的 比較沒有採風怎麼擺動 所以它這裡比較細 然後這邊可能會掉出 然後形成不同的 中間會有濃郁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千層蛋糕 你在弄的時候 就是 它本來就一層一層的地方 這個很濃郁的 相對比較濃郁的地方 相對比較濃郁的地方 有這樣的時候就會 你們又看到這邊的石頭 你們那去的時候 就下禮拜去的時候 看一下 就是會形成 自然的90度 這個不是人工人 有些地方會更誇張 你看 階梯 這也不是人文的階梯 你就是要留自己衝刷 然後自己裂開階梯 然後會有很可愛的字 有很多人講的也會變 三角形 圓形的比較少 在這邊還是上的 然後三角形 那個都是因為裂開 自然它擺之後就結局就是這樣 裂開 然後四四八八 還有這種 然後這樣 然後這裡其實是很多人 夏日玩水的區塊 因為那邊還蠻安全的 就是水還蠻淺的 可是現在我去看都圍起來 就是大概這個是四五年間排的 現在這兩上面好像都被圍起來 都不能去玩 那我這邊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覺得 如果到野外去玩 危險誰要負責 事情 好棒 都會怕事情 對 為什麼要自己負責 因為你知道有什麼風險 所以我們要用風險觀的 也就是說 你要判斷 也就是說在 台中天要不要去玩 當然不要啊 或是說今天上面陰天 狀況不明顯 其實在這個 這個下大火的時候那個 所以是會掌過這個 會不會到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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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高興大家都這樣 所以說 其實我們出去的時候 就是說你們去走步道山 或是在做手套步道山 其實你如果覺得說 有益慾的時候 可以跟現場的老師 或是工作有反應 有時候 有時候 工作人員在 沒有注意到 或是老師 在那裡就會在前面 所以說 你們如果覺得有問題 其實就可不可以講 這個我覺得要關心 這個 那這個是比較下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東智西下來 就是已經是快要到 那個暖暖 市區的前面 就是說 這樣你看這邊 就沒有那麼的 石頭那麼的 大殼 就是這裡算是比較中華的部分 那在暖冬小谷上面算是散 都會相對比較大 那個這個是暖漿母穴 就是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網路上面 如果我找不到他們的照片 就是在高架下面 就是裡面 有機會可以去看 這個就是那個 62道下的這個 那 步道上的植被 你們有聽過 神通花水晶晶 水童木 這個有聽過嗎 那這個是我們戲稱為 水氏山雄地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地方 水 還有我們剛才看到的 烏婆與蕨類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嗯 知道說這裡是非常潮濕的 那還有苔藓什麼 就是說 你會覺得說這個地方 那個 生態 所以 這樣子看來 我們這邊的植物 會比較 是一些 神性的植物 陽性或陰性 陰性 可是如果我們 在整個步道上看 像 我們一般講說 陽性的植物 就是血童跟垢樹 那個算是比較陽性 如果是沙望吧 可是我們在這個步道上 很難看到這個植物 這坦看到就是剛才講的 水冬冠性的植物 湯跟死馬 群馬克的植物 群馬克的植物 群馬克的植物也是很喜歡的 這就是剛才講的 這個是這個 聖桶木 就是眼淡水桶木 就很浪盛 那我們看到一個植物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說 多人認識植物 這個叫什麼植物 植物的特徵 那我們還要看什麼 還可以看什麼 還可以看 還可以看 看生長的地方 你看它 還就是說 好 它是比較喜歡在西谷 我們在哪這樣 在西谷 還是西有旁邊 還是照不到太陽的地方 這樣可以想像嗎 好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大家不要理想 姑婆語 你覺得姑婆 你印象中的姑婆語都長在哪 你印象中的姑婆語 就是如果在走路的時候看到 或是走不到的時候看到姑婆語 會是在哪 草木下面 會不會在開闊地看到姑婆語 茫草 從前沒有 看不到姑婆 那個姑婆語比較 需要認識的問題 它如果直接在太陽底下曬 它可能會被曬死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看到那個 就是你們認識一個植物之後 不是說我認識這個植物 而是要去了解這個植物 它喜歡長在哪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B桶樹 B桶樹它是喜歡 太陽 它現在是絕對它顯得太陽 但是鼻桶樹會長在一座山的哪裡 有 好 藍色的代表屬 好 好 然後這邊是代表 這樣是像陽面 像陽面 那你覺得B桶樹會喜歡長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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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藍色的紅色的 沒關係你們感覺一下 只是讓你們知道一下 就是 我覺得說要讓你們想過之後 再去瞭解可能會更好 紅色的請舉手 紅色的 好 紅色6 來 藍色的 藍色的 沒有 黑色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就是說 我們去看 欸 你們會想說 向陽 我剛才有講喜歡陽光對不對 然後 台灣大英斯 又喜歡陽光 沒有 他是絕臉嘛 喜歡潮濕又喜歡陽光 所以他其實 不會長在背面 你去看 山的時候 其實B桶樹都長在向陽面 因為他喜歡陽光 可是長在下面之外 他有一個條件 不是說隨便向陽面都可以長 所以說這裡真的是很潮濕潮到不行 不然一般 他會長在 你們沒有最常來寫的地方 會長在這個地方 水 一個山凹處的地方 為什麼 所以他在乾的時候 因為不是整天都是濕潮 所以這裡會聚集一些水 所以這樣 所以這樣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學這個跟環境的環境 就是說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說 我看到比桶樹 我就是到下面 這方面 可能是水在走的水路 這樣可以解釋嗎 而不是說 我如果要去找水 找爵類對不對 要找爵類對不對 你是爵類那麼多 你到底要找哪一種爵類 這樣可以解釋嗎 就是說冰有附 他喜歡這兩個環境 就是說 你相對你跟環境的關係 你知道之後 就可以去拿水 對 所以 像這樣子 有時候 你看到一整遍山 都這麼暴霧 可是你看不到我的同事 可能是陽明 或是說 他的競爭優勢比較弱 其實你也有說 競爭優勢沒有很強 他是比較弱 絕對一般都不會很強 就是說 巧木是比較厲害的 巧木是比較厲害的 然後最厲害的是誰 巧木蠻厲害的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騰門 靠兩架 然後灌木也蠻厲害的 光木就是說 抗巧木吸收的陽光 剩下的 就是一座森林的裏 一座森林的裏 大樹 就是巧木 巧木 好 好 然後帶下來 就是一般大家做的打草 那中間 中間還有什麼 還有曼蠻 曼蠻 還有還有什麼 除了這四個大那一隻 還有什麼 那融素是哪一種的 融素是屬於僑中 但是僑部也會大的僑部 這樣你就看多高 你看台灣最高的橋木就是 可能是台灣山 現在有八十公尺的台灣山 八十公尺高 很誇張的 比生物還高 那一般我們的樹木 大概像 跨一木那種樹木的神木 大概都二三十公尺 很正常 那我們一般的樹種 大概都 是會在十公尺之內 就是剛才我們水頭木那一種 它大概都長了六公尺 就算夠大了 那剛才講的比桶樹 最高的比桶樹 人家有看過比桶樹 我剛才知道 二十公尺 這是我們它是會不幸的 這我在一個細谷都看到 它在下面它就會長出來 那在日本東京的植物園 他們為了比桶樹也是開了五公尺 也是開了二三十公尺 就是希望它長高一點 除了這個我們知道的草本 灌木 藤 為 草木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 複生植物 就是像那個苔藓類 那還有一些蕨類 它們會複生在上面 做藍花 其實一個生物很複雜 那為什麼要那麼複雜 就是說一座生植的組成 除了草本 灌木 橋木 噴本之外 那組成這樣的部分就是說 當雨來的時候 我這一座生植為什麼 我們都說生植是一個水庫 為什麼 我們這裡下雨下這麼多 可是東四溪有經常淹水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的樹很多 那這裡的一棵小木 接有了白氨濁 藤本也接有了白氨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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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又接有白氨濁 所以它只有白氨濁 是流掉的 所以它的水雖然說 會流掉很多 可是你看我們都是吸 其實整年都是流水的 源源不絕 因為它的人像 算是比較白氨濁 就是說沒有被破汗 所以說整個龍骨分在那邊的水 都聚集下來之後 其實它整年的吸水 其實量還蠻穩定的 就算很久沒有下雨 它的水還是有 就是整個聖明的東西 它也很好 這樣子 那 這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去瞭解 我們這樣水 那我們就追去看說 這裡 然後你要去找 有時候我們要去找水 然後像鮮明為什麼 這裡可以採蟑螂 因為台灣早期都很多蟑螂 到處都有還有蟑之喜露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蟑螂 那這裡有蟑螂 是因為這裡 是不是我剛才講的雲霧帶 可以理解嗎 就是有雲 就是說天氣經常會新生霧氣 潮濕 是適合蟑樹生長的地方 那蟑樹砍完了之後 是什麼產業 變成什麼產業 大清 就是你們現在那個王老師 他就是大清通常 他為什麼會動大清 是因為這個環境剛好 大清適合潮濕 陰濕的地方 他需要水更多的地方 所以才會做這個職業 其實你不是隨便鬥 不是說我來鬥什麼 但是他們是有看過這個地方適合掌聲 所以為什麼這裡會有大清的產業 是因為這裡都不死 如果你到台東 台東有大清嗎 台東比較好 屏東好 屏東台灣很早 屏東沒有大清 有沒有藍藍 沒有 三峽有 三峽是不是氣候跟這邊也是算潮濕 就是北部 中北部比較多 可是你南部就沒有 所以 其實 這就是環境跟植物產生的關係 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我要講前面這麼多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 我們在看一個植物 你不是說我認識這個叫水桶 水晶機 這樣子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你要去知道說 他們是喜歡長帶石油的環境 那你以後看到這個樹 你就幫我去解決說 這個植物 這裡的環境是什麼 就算你沒有來過這裡 你也會知道說 這個植物會長在這裡 表示這裡是比較早的食物 就是說 像最簡單的 我認識很多 Google也是大家最喜歡吃的 你有看到Google的地方 你就知道這裡是比較實際 比較多 至少這個地方 至少是不會是很乾燥 那 這個會牽扯到什麼 就是說 有些物種 他是喜歡在Google上 像生物 他會喜歡在Google上面滾動 那你要去找那個植物 你才能去找到那種物 就是蚊蟲或小動物之類的 就是說他是有相對的關係 這樣會不會打褲子 我講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想要問 大青是什麼 聽得懂嗎 我是說大青是什麼 大青就是藍染的材料 藍染 藍染是農大青 藍布的就是你們下去要去那個農場 會看到 那我阿老師也很覺得 他就是 退休之後就從次藍染 他其實已經放十幾歲了 有點緊張 這樣子講OK嗎 可以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背景 就是說都比較不是學這些 所以植物都沒有什麼比較大的概念 所以 我當初給我這個題目我覺得好大 然後要來講你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解釋 所以我只能用比較 我覺得掩飾的比較淺顯的方式 就讓人知道說為什麼說 要去認識這個地方的物種 不然人就說 我這也就好了 我認識這些物種幹什麼 就是說其實這些物種 有很奇特很珍貴 有很多是常見的 我覺得說比較 他們指定我說要拍一個作業給你們 你們每次課長都有很多對不對 那我想要拍的作業是 在基隆 你有沒有認識什麼職務是在地人在用的 在地人是地人在用嗎 就是基隆人在用的 你們是不是都是基隆人 請問一下 很多不是 好沒關係就是你故鄉 你居住的不管是從南部來的 或是從在台北基隆的 你的生活中小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職務是你日常會用到 或是你會娶你媽媽或你的長輩 可能用到的職務 了解嗎 日常會用到的職務 就是說這個職務 我們能活在這裡 我們要用職務啊 你了解嗎 就是說我們跟環境職務相利用的 你現在吃的東西 所有的都是我們人去找到適合的東西 變成我們的食物 像你吃的那個都是改變過的 為什麼要用那個 然後就是說 好我講一個比較簡單 月桃 月桃大家都認識 對不對 那月桃請問一下 月桃有什麼用 在那邊嘛 很漂亮 看一看就好了 那月桃可以做什麼用 看有沒有同學有經驗的 做什麼 做什麼 包粽子 對 南部會用月桃也包粽子 北部沒有齁 北部我都沒有吃過 用月桃也包粽子 南部有 有一個味道 我現在不喜歡 北部粽子沒有 好南部有 還有做什麼 沒有 可以做粽子的 藥 對 有藥茶 還有什麼 它那個曬乾可以做粽子 喔做粽子 還有那個 南部的魯凱子 可以用月桃稀 那為什麼北部沒有用月桃稀 用月桃稀 用月桃的那個俏 去曬乾之後 然後把它變成像草稀一樣的東西 北部為什麼 因為北部太草稀了 那個東西放了之後 就放了 不是的 南部比較乾爽 真的 所以北部人不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你要了解物後跟植物的關係 而且不同的植物 相處的植物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理由 那以前月桃還會做粿 做粿粿粿的時候 下面會變一張紙 又用月桃的臉 因為它容易取得 又不會錯 就是說 所以 給你們的那個 做粿粿就是 回去想一下 你們生魔中的六道士 然後 還有現在清零節對不對 大家會吃一個什麼東西 插花粿 插花粿對不對 請問你家的插花粿是用什麼草 都是薯菊草嗎 確定嗎 愛草 沒有 你看愛草 有不同的東西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你家是用薯菊草 他家是用愛草 因為他家附近找不到薯菊草 你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因為環境的不一樣 所以你這邊的物種就會不一樣 那你如果都一定要用薯菊草 你就知道去看一下 可是以前不會啊 這樣很遠 以前薯菊草不是這樣說 我去薯菊草 我去薯菊草 然後送到你家 以前你要去買薯菊草 你可能要走一個村村 你可能為了那個東西去買 不可能 所以就會找代替品 所以就會愛找出錢 意思是說愛找到幾個 好幾個 至少知道死者 那這個就是說 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 然後你去了解 跟環境相關 那這邊一般我們基本上都是草子 所以其實在這邊看到 植物大部分都跟水有相關 所以你開始都很深 為什麼會很深 為什麼會很深 對 所以愛草的薯菊草 是老乾淨不一樣嗎 對啊 不一樣 一個比較乾 薯菊草要稍微濕一點 然後愛草就可以比較乾 那他們說 因為一個環境 我剛才講的 這個山 這個山 你覺得這樣子照這裡就一定是陽性 所以一定都很厲害 很陽性的觸動 就是比較陽性的觸動 大家可以知道 因為其實它有一些 我這樣畫是很直接 還有凹珠 還有高粒 還有高粒 所以其實它會造成一些鮪魚環境 所以其實它會造成一些鮪魚環境 可是我們大會的時候是看大環境 你知道你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它薯菊草 可能在這個村長也有 可是它長者就少 因為適合它的法律變少 所以這個村長的居民 它就不會用薯菊草 去當它的操位 才能太少 不夠 所以它就會想幫我們去找一個T 那種東西 那很容易的就是愛草 這樣子 甚至在海邊的又不一樣 各地的其實會不堪 就是說你附近有什麼資源 那我們會利用那個資源 就是老遙根最早就是 為了練章用的 然後章術是有限的資源 還有很多大術都 那為什麼會章術那麼多 然後外銷 剛剛知道章術有什麼用嗎 做章術 做章術 有曬霧菊 對喔 你還知道 章術以前早期是很重要的用品 它可以做真的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章術的結晶 他有跟他講說曬霧菊 那是類似底片的東西 底片的原料 就像那時候可以做底片的原料 那還有一些工業用途 所以那說為什麼 台灣的章術會變成說出口到全世界最高 甚至有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從台灣出口 我都覺得我們比較多高 就是台灣出口章術會有百分之七八十 那時候全世界利益很多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章術 是因為 為什麼要產那麼多章術 是因為那時候全世界 科學還沒有花腦 章術還沒有合成的東西 那時候就是會大量出口 就是台灣算是產最多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現在去 腦療坑看不到章術 像我們台北有一個章術章術不大 也看不到幾顆章術 但是那時候好不容易留下來 那就是因為 經濟的需求嘛 因為你有外銷 所以產完了之後 能怎麼辦 就開始想辦法 所以才會做大清 才會做早舒適的環境 我已經很偷笑 我現在就不能說 我這個天然資源沒有 就補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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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就有三藥 有些地方可能還有種三藥 三藥算是 但是沒有種很多 就是說 在軟軟現在已經是 比較沒有就是說 像用農椰缺 就是說沒有特別的產品 我真的弄錯很大 舊的沒有這件好的問題 好 你沒關係 那這裡是有講說 大清適合重在貝陽草寸的丘陵土地 所以大清適合重在貝陽草寸的丘陵土地 所以大清適合重在剛才我們講的 這個像裡面 它就重在冰尺的地方 那你們去大清工廠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地理環境 是不是所講的 有時候你們覺得很奇怪 這個植物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走過去這個三藥 換了一個方向 就看不到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喜歡的位置不一樣 喜歡的位置不一樣 我就用物貨爾當例子來介紹說 我們怎麼去看一個植物 就真的是這樣 那物貨爾大家都熟了 那其實中間那個紅色就是那個 那我們一般介紹 顧貨爾的時候 或是說 要認識顧貨爾的時候 我們一般 會想看到什麼形狀 顧貨爾大概是什麼形 星形 顧貨爾的葉子 可以看到嗎 星形 那個星形 那葉子會有多大 你們舉一下 你們看過最大的顧貨爾的葉子 這麼大 這麼大 這麼大的 有沒有看過三公尺高的顧貨爾 沒有 真的有 在東部 我看過三公尺高的顧貨爾 就是它不是顧貨爾 沒有 因為你看到超出理異想之外 我們 我講簡單一點 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有多高 150到180是正常的尺寸 你萬一看到一個姚米 230cm 你會覺得哇他好大 你還覺得還好 你萬一看到一個三公尺 三公尺的人 你會覺得說 這蓋起來不起來 就是這樣 你會滑雨 真的會滑雨 我之前看到一個三公尺高 我就覺得很滑雨 為什麼這是滑雨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很多老師會介紹說 這個是形態是什麼樣 然後有多大 葉是怎麼樣 然後花是大概什麼樣 果大葉是怎麼樣 這些特徵 這些特徵 如果是大小 真的只是參考 為什麼講說大小是參考 為什麼大家在感到 因為我們在介紹一個物種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常態 就是說我們身高最多的 這裡是150到180 這是最長見的 可是還是有邊緣的 甚至還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對法的朋友最長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小 小時候你就說 這個是嗎 可是小大家比較接受 因為小孩 比如說我們有小朋友 我真的做也沒有 那這段小朋友大概只有五、六十公分 你會看到一個四十公分的月份 也會滑雨一下 太小了 就跟您常常 那大小 永遠只是一個參考 我要講的是 你在任職務的時候 不要以為說 這個職務一定比這個大 長大養 營養不了 就像我們 東方人跟西方人的生產去比較 你覺得東方人 真的一般都輸西方人 可是有出一個養米 有沒有比西方人都還高大 有沒有 那你不能說他是西方人 他還是東方人 所以有時候物種在比較 就會生長 或是個體的差異 所以你不能以那個大小的單位 去比較 這是在認識植物的時候 不可能 那 葉大概行動就比較不會變 可是有一種植物你們認識嗎 垢樹 垢樹 垢樹葉子變化大不大 很大的 有時候會劣開 有時候會全圓 那像薑膀也一樣 之後我們去那邊 會有一種東西叫薑膀 薑膀會全圓 有些是會拖爛狀 甚至表面上會有拖爛 有些是完全沒有 那還有巨石 就是說很多植物變化很大 所以當你認識了一種植物 不是說你看到的就是 你要想說 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長看子 甚至區域不同 他長得會不一樣 會有這樣的現象 這個我要先提出來講 那花一段變化就比較小 花一段都比較不變 因為它是他的環節器官 他比較不變 他比較不會變 所以其實韌化跟果實是比較多明 那會不會有提醒的果 有沒有看過香蕉兩條零件在一起 有嗎 還是會 就是一般都單獨 還有兩條零件在一起 那這只高原著說 性動 其實我不是要 這個是在跟起所有人講的時候有的 但是因為我有改過 但是就不好臨 那心情的葉子很好對不對 然後也會被桶吃 這就知道什麼桶吃 然後這個是他的果實 那果實我們就會說 你們那個果實 那你們要進行到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 菇佛爺的果實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 你會想到什麼 盧窦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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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連獎力非常好 很像盧窦爐 那我之前遇過都說像玉米 那其實我們在學習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新事物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舊的東西聯想 這樣我們會比較容易記 所以其實你自己有自己的聯想沒有關係 不要怕別人笑 所以其實有時候笑一下大家再記得 你看 不錯喔 好 好 大概我介紹的特性就會跟你講說 菇佛爺真的有很多用處 所以我告訴你說 五頭空咬了 你要菇佛魚 塗一塗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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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性 或是被一直咬了 你可以用菇佛魚去塗 這個的話 我就覺得你不是一份 最好不要亂用 因為我們現在Culture醫療發展 不是這樣比賽說 要去看個醫生要得到分裂 我們現在就是有問題 像之前那個 那個部部長 皮佛爺有沒有吃了那個 菇佛魚 他有種子 因為他認錯了 其實你們都 當然現在這樣認錯 怎麼認好 好 那 還有人說他的快根可以吃 可是我們 你們以後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到 很多都是人家相傳 沒有實際體驗 那我要講的是 就我自己的經驗 人家傳的東西 跟你實際取緣的東西 會有 有所謂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能吃 菇佛魚都不要去吃 菇佛魚都不要去吃 菇佛魚都不要用 那很多很天真的 看完龍貓 龍貓會覺得說 有那個菇佛魚 會覺得 喔喔喔 撐一傘好好好 我們那時候就有老師 去帶小朋友去玩菇佛魚 結果回來之後 癢 癢 對 剛晚的時候不癢 結果開始全身的皮膚發癢 因為他只有一個生物體 他會 可能有碰到 求到質疑 欸 可是 好 待會老天爺 會有主意 不會有主意 會追進去 不要想說 下雨可以去割那個 然後來當那個 你要小心那個質疑 真的 真的不要去 興趣感受 你會 不會你有先把它拔倒 要做防護措施 然後 介紹他的用心 請問菇佛魚 你日常生活中有用 有用在哪裡 綁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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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包豬肉 對 包豬肉 還有嗎 那你有沒有想到 我每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說包豬肉 我就說 那個老師 你剛才不是講菇佛魚有毒嗎 為什麼用它來包豬肉 不要破沒有汁液 這個同學很厲害 就是因為他的汁液有毒 可是葉子的汁液已經很少了 可是如果你有去玩過菇佛魚的葉子 他很強的 你怎麼樣去揉他 揉他 揉完之後 再放開他的汁液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包豬肉 是鮮魚 不然我為什麼要拿 我堵的葉子包 別的葉子不能包 那就是因為菇佛魚很強韌 所以他可以用來包 那現在我們對 有在用菇佛魚包豬肉嗎 沒有啦 他在用菇佛魚包豬肉 現在用菇佛魚做什麼 水果湯 魚湯 哪一常用菇佛魚來買東西 尤其是水果湯跟魚市長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像魚會比較漂亮 然後這個是有個專門在賣他們的 有人是去站上 有時候你會到站上去看到菇佛魚 會感到就是有人會去專門採 這是一個行業 真的很多傳統市場都還是在用菇佛魚 而且他們不是每天第一萬不要那麼好 那菇佛魚會用很久 會用四天 也沒有菇佛魚 不會讓他每天都會洗啊 沒有辦法 你就知道 至於傳統市場 他這個問題不在客人 可是他們這個 像水果湯也會用 他們其實會 盡期的泰化 但是因為菇佛魚市場很賣 就是說他是有點像 在傳統台腳相簿一樣 他不用每天都畫 其實不用到每天都畫 所以他沒有 那怎麼會那麼多 還可以翻航 就是說平有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要小心 這個這樣刮他動 也是會有資理會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 那這個要不要 就是用業者去做 當然這些東西 自然的東西都可以玩 但是就是要小心 那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 沒有人在網路上去收 會有一些比較 菇佛魚跟魚頭 就想說 什麼是菇佛魚 然後一大堆人會教你 一些辨識的方法 那其實都是他個人的經驗 那比較簡單就是說 菇佛魚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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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看菇佛 菇佛魚是沒有嗎 那 菇佛魚沒有水 酒精可以 這個有 那 有些人講有毒 不能吃 有些人會說 要煮很久 煮了八小時 一口煮八小時 大概看不到日常 而且他犯很多次水 那可不可以吃 我有看過 我有去巴丹達 然後就是菇佛魚的巴丹達 他們當地的援助 會用菇佛魚的球精給 豬吃 豬會去吃這個東西 豬會不會種植 不會 他們解讀能力地方 那我們會種植 那東西有沒有比較看物種的病 那東西有沒有比較看個人的病 為什麼要這樣講 請問你有吃過蝦子嗎 有嗎 大家都有吃過 蝦子吃我們日常吃 有些人吃蝦子 我們都會過 那你明明跟他吃同一款 為什麼你不會過米湯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解讀能力不一樣 可以了解嗎 那有些物種 有些我們常吃的食物 對我們沒有 反正對別的物種是有比 舉簡單 我就舉簡單 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我們吃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是可不可以給狗吃 不行 狗會行婚 那海產類 有些像那個章魚 頭竹類 可不可以蠻好吃 不行 頭竹類是不可以給蠻好吃 他會過米 他可能就會衰竭死掉 那個也是有禁忌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吃的食物 不一定變成物種不吃 這是我們的示意 那 我們不要講孤伯而已 我們講近一點就好了 芋頭 有 下過芋頭的請舉手 有沒有毒 有啊 會癢啊 有毒啊 真的有毒啊 那個也是一種 草酸鹼 那是一種鹼性 不是說很毒 但是你會癢 你會過敏 但是有些人下芋頭就不會過敏 那我每次去原住民部落之前 我會不會再來過去 我會講 我說芋頭是有毒的 然後原住民說沒有啊 我說你香芋頭會不會癢 他說不會 他說對 對你沒有毒 對我有毒 你了解嗎 這體質差 那你習慣了也可以 就是說你常常香 你可能之後就會 有時候可能會免疫啦 那原住民會是有毒的 那這樣可以認出木火魚跟玉桶嗎 下面的比較多是玉桶 對不對 葉子的顏色不一樣 對不對 上面則是這個 上面的是木火魚 好OK 非常好 然後這個可以認得出來了嗎 右邊的是玉桶 左邊的是木火魚 好非常好 請問你們怎麼認得 夜面的感覺 感覺不一樣對不對 非常好 就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 但是有對比的時候 當中沒有對比的時候 就比較有考驗了 就比較有考驗了 那請問這裡呢 這裡答一個是玉桶 中間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不魔魚是哪 不魔魚這個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魔魚 那個有水酥 有沒有 有沒有很 不霧的感覺 有毛的感覺 然後這個很厲害 欸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不一樣 那怎麼辦 這一次不魔魚嗎 不是 這個是千年玉 這都是千年玉 你看 有時候就會這樣 就是那個 標準已經不同了 就是因為 物種間很多 玉桶也很多種 那你遇到 你如果 像你剛才這樣 就能完蛋了 這個只還是可以吃 不能吃 不能吃 沒關係 最怕是你覺得可以吃吃錯 好 那這個 對不起 好 來看一下 千年玉 有沒有 開口 它這裡的 到 夜點 開口很深 我說開玩笑 然後你看 這個也是 開口很深 有沒有 開口很深 然後你看 這是 顧伯玉 他的夜點在這裡 他有一個 可以 你看我都開玩笑 怎麼說 因為千年老妖 有看過那個 切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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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老妖很標类 對不對 很標类 那球口會比較弱 然後 顧伯玉 顧伯玉 比較保守 他的臨座比較高 我是這樣子 我就會聯想 就是把你相關的 那你當然你會有不同的聯想 就是想說這樣 所以 當你有時候在分辨一個物種的時候 並不是你知道的那個 條件 就一定是一體適用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就千萬不要吃 因為可能你還是有怎麼會說 因為我們經常在路邊解說的時候 就看見說 我沒搬草椰 我就問你在幹什麼 然後他說 他說 他說 不會啊 上次那個老師告訴我 我說這個很像 你會認錯 好 我們有時候會 他再一次我跟他講一下 就是 我跟他講說 不要亂講 因為 有時候我們印象動 那像 屋內有可能 食物還好 屋內有可能 所以說 我們說 地方的食物不要拆 開市場菜一包30塊 20塊 關於點的 有機蔬菜50塊60塊而已 不要為了省那個小錢 然後重點 好 那這個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介紹什麼 褲伯爺的 對褲伯爺 對 褲伯爺的什麼 出國 出生的哪 剛生的 就是他 你把你帶不到 因為 好我再放到後面 你看 伯爺包 你可以看到那個伯爺包 好 待會我帶一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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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會看到褲伯爺的時候 不是有開花嗎 那花裡面就會 像這樣子 就是很多不同的觀察 他這前面是他荒門的部分 然後後面是 褲伯爺 褲伯爺跟褲伯爺 那這次知道之後 像我們會有一種昆蟲 叫做 玉小縫 玉桶的玉 褲伯爺的玉 褲伯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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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伯爺在開花的時候 他那個裡面 會溫度 會以外面的溫度 增高一度到兩度 比較溫暖 那些褲伯爺就會跑過來 幫他送 他其實不是目的是 真的法外花式 他就覺得這裡比較溫暖 然後就群聚一大堆 這到兩種環境 所以植物也很聰明 植物為了衝活下去 因為 剛才講過 褲伯爺都是帶比較 比較隱私的環境 有沒有 他是不是相對比較 他如果一個地方比較溫暖 所以褲褲來講 他要做法子的時候 他是不是在把褲伯爺裡發 他在做法子的時候 不小心在他的發火上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就把他收回 所以 所以不是只有植物 沒有想法 植物也很有想法 就是你能活下來的植物 都是很有心機的 你不去瞭解 我沒有明白 老師會講 植物的那個 心機的位置 甚至有一種答案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模仿 他的包模仿跟蜂一樣 然後那個熊蜂 就灑灑的依偎 他剛才自放出費用 然後告訴說 那個經過的封說 這個是美麗的女生 然後他去跟他做交配 然後再幫他送的交配送中 好 那我為什麼 我會說 知道跟什麼 我們都吃過芋頭對不對 請問有拔過芋頭的請去收 很少人拔過芋頭 我那時候也沒有拔過芋頭 我都想說 我們要去野外求生 野外求生說 我參加一個繁迪 然後他們去 我只能帶繁迪 其他時候我的菜 請自己想辦法 我從野外求生 我厲害 郭伯也可以跟芋頭 我都認得啊 我不會認錯啊 我可以去拔千年芋 然後就看到有多千年芋 我找他可以知道 我就說 這個交給我 我們去拔芋頭 然後我認得啊 你看這個叫郭伯 這個叫千年芋 我就說 我來拔 然後我一拔 發現 拔盆下面什麼都沒有 我們一直想說 那時候還沒有貼 就一直想說 我拔起來芋頭 下面是 一整顆 就是我們菜市場賣到 就是一顆在那裡 結果我拔起來 沒有 空了 就是只有金 就是這樣 為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在膠 這個就是在膠 這個手足 然後 然後牽連玉 會形成手足 然後你看 用力拔 好 拔出來 這次拔到有的 有的都沒有 有的都沒有 一樣葉子很大 為什麼 因為長的地方不好 他長在瓶頸的瓶頸 就是比較多是石頭 他雖然有長葉子很大 可是他 快筋解不出了 那後來去哪裡打 去那瓶頂的那種 就很大 很深的 那你把腳下去 要限30公分的 然後 就很大 然後最好像是 剛拔出來的時候 是這樣 請問這個是芋頭嗎 對不起 我那時候很差 我覺得這個不是芋頭 就把他丟在一邊 然後去拔 拔了 好幾顆 然後又走去別人 怎麼都拔不到芋頭 因為我們認識的芋頭 的顏色是外面咬一種 黑黑的 然後切開它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金而已 是芋頭 然後 隔了 就一直拔過去 然後說 師傅你有沒有拔到芋頭 我說沒有拔不到 真的 那你拔在哪裡 然後就來 師傅你很酸 這個就是芋頭 因為他拔出來說 對不起不是這個顏色 他會變色 才是我們看到的芋頭的顏色 你了解嗎 就是我那時候 就覺得我很 很都市的手 因為住在肚子裡的 小孩子沒有玩過 沒有 我們是說有看過 但是不知道 在田裡面跟我們吃到什麼 就好像你去田裡面 如果你吃白米 以後沒有看過 看到稻子 你跟稻子跟白米 其實想過當川 因為這次有花的 我們那時候 在南部是 我們去排東武律 有一個稻子 然後那個 有學生就會說 老師 為什麼田裡面要動那麼多招 所以他沒有看過稻子 那也有交過美術班的老師 他說請同學畫雞 雞 然後他畫什麼雞 超市裡面賣光優的雞 好 這個都是 好 就開始 就青年了 就是 東映之大 你看大小大的 就是你在 不同的環境去 所以我就說 這也是一種 另外一種 就是說我在看這個植物 我知道為什麼這個植物 這裡長得很好 就是說同樣的植物 它在適合的環境中 它可能會長得很好 果實接得很多 那有些你會覺得說 它明明長在這裡 為什麼有一個景 好 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意思 就是 鐵樹 我們都有聽過 鐵樹開花很稀奇 這件事情 可是在台灣你覺得鐵樹開花稀不稀奇 不稀奇 不稀奇嘛 隨時都在開花 我奇怪 那為什麼鐵樹開花在北京那邊 為什麼是很稀奇 因為它開花的溫度 它開花的溫度要比較大 它算是比較熱帶的溫度 那它開花的溫度比較高 那它 因為開花的溫度比較高 那北京一般都比較冷 它只偶爾60年 或30年才一年 是超過那個鐵樹開花的溫度 它才會開花 所以就變成 36年或60年才開花 一兩次而已 所以就很稀奇 可是在台灣 平均的開花溫度都快過 所以它沒有開花 那就是植物生長的環境 因為是人 如果 原來鐵樹應該是不會長在北京那個地方 那因為就是 我們會用植物園怎麼會去 所以說 有時候你在植物園看到說 這個物種 為什麼都不開花 可能就是生的環境 或是它的基因有缺陷 可能因為植物 那也有缺陷 那就 終於一知道 我們就開始去 去去 然後就如玉侯它 然後就想說 喔 乾煎的 那個比較簡單 乾煎 然後就 切一塊 然後就開始乾煎 然後 切 我們切完後 我們當然切塊 1.5公分 然後就開始去乾煎 乾煎完之後 大家開始 好 有第一塊 第二塊 第三塊 不對的 不對勁 為什麼不對勁 因為 我們的嘴巴都麻了 吃到第三四塊之後 就開始每個不同的懷疑 會嘴會癢 因為我們用煎的 那個 比較沒有辦法 把那個生物菌 破壞掉 所以其實到第三塊 第四塊的時候 我們的 身體已經成熟 每個人敷掉 每個人吃到第五六塊 沒事 後來我們就改變獨立 說不能乾煎 不然要切剝一點 不要切了 後來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煮芋頭湯 因為芋頭湯可以煮久一點 所以那生物菌 就會比較 被破壞容易 所以我們後來吃魚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 為什麼會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在認識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有經驗 所以這相關的 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我為什麼會說 請你們回去 說 你們的植物有什麼利用 也是 先你不是說 我做超拉貴 那麼多草 為什麼他要煮魚草 來做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用薯菊草 其他的草不能做 艾草也可以做 為什麼最先開始不用艾草 用薯菊草 如果氣候 這裡很多 就是第一個 釀藥火 常見 那時間點也剛好多 因為薯菊草是在清明的時候 掌醉 那第三個是 這個草再做起來 比其他的草的清香 比較 很呼和冷吃的習慣 就是比較好香 可能 所以想說 那個 對不起 超拉貴 超拉貴是很多 不同的味草去做的 就是說 我可能 可是到後面 帶著這隻 你也有薯菊草 最好吃 所以這個配方 就留下來 理解那個意思 可能最早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用 薯菊草 做的 什麼草都可以 就是我家人 可是到後來 帶著吃一隻 因為會交流 交流很多就會覺得 大家功能 那沒有薯菊草 就會再去 找第二種第三種 好 對 好 那 知道植物之後 不是說 你吃到認識植物之後 然後你開始講說 欸 什麼 這個植物在哪裡 跟生物有什麼關係 我們說 菇菇有一個果實有毒 可是娘很喜歡吃 我看肚色的 小丸嘴啊 台灣藍雀 我都曾經看他們吃過 他們都沒吃 他們吃到什麼時候 成熟的配置 他會把整個吃完 他的山豬 那 菇菇是不是很難見 到處都有 可是我去一個地方 看不到菇菇有 福山之物有 我都很難去 你如果有去過 請你下次去找 福山之物有的菇菇有 我目前知道有兩顆 只有兩顆 為什麼還會說我兩顆 我自己找到 一顆是在西邊 豬不容易 因為那邊有很多山豬 山豬喜歡吃 會把他吃過 另外一顆在哪裡 在樹山 在樹山 所以沒有被吃過 我就只有在整個福山 繞了那兩圈 他連他兩圈步道 就只有繞那兩顆 其他都不見 然後前面其實你進福山之前 或是在樹山 別的地方都看什麼 可是樹山之物也真的是 差不多到菇菇 那 其實菇菇在我們野外觀察 以我們 我們是比較喜歡看動物 小昆蟲 還是喜歡在菇菇上面 為什麼 但是菇菇下面也很多 我們很喜歡看菇菇的葉子 為什麼 因為菇菇有葉子夠大 然後它 葉子夠大 所以很多動物 可以小昆蟲遇到 空空暴雨的時候 要躲在下面 相對底 直接噴露在上面 然後它上面有很多根種 偏曉的時候 上面有很多根種 因為它的舞台夠大 可以讓很多根種 在那邊進行秋昆蟲 一些動作 所以其實菇菇雨 是非常觀察菇菇的植物 其實我們還喜歡 菇菇在觀察菇 好 那很多 那甚至很多 從晚上一天都在菇菇 下面休息 那些是青蛙類 那些是青蛙類 就是說你可以去理解 就是說 去 在做班長的時候 就這樣做 那介紹一下 自然透過的威脅 就是跟它講 老師我來練習比較好 那它的潮濕 請問如果你要找水源 你找菇菇雨 是一個好的指標嗎 普通 因為它只是潮濕 它不是長在水邊 那你要找什麼 像水鴨角就好嗎 另外一種植物 就是說我們在 就是說有喜歡吃的 但是它只是喜歡潮濕 它不是長在水源地 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每一種植物會有喜歡生長 它雖然是潮濕 但是它不是長在 稀有旁邊 你其實在稀有旁邊 看到菇菇有機會很大 你們下次去走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問了幾個問題 就是你們下次去走 板東下水中 你可以印證看看 對不對 比如說它喜歡長在樹葉牆 哪一種有稀有稀 溝勝水那種就是 比較潮濕 然後你就覺得 這樣走起來都爛爛的地方 那一種它最喜歡 可是它很不太喜歡 它長的直接長在水邊 溪流旁邊的部位在上面 他比較喜歡那種溪腱 就是那種 上臂上的水流下來 那種腎水 那一點點那種它會OK 可是如果是溪流旁邊就OK 好 那這個是在講說什麼製造 那我是覺得說 最快的是你的尿路牆 如果你真的要下足 你要會比較好 因為乙公主有時候 你沒有弄好什麼 你的手可能又變癢 什麼的 那最好是其實我現在 其實大家都會 像我們走步道都會帶一些 藥膏什麼 然後你就肯定了 那其實 天可能真的是很不得已的時候 你是有 有學過這些早料的用分 然後 可以覺得說 我你比較想知道是 諸佛爾 我也就會想問 大清的王老師 他們之前 你沒有用蜘蛛做什麼 欸 這個是 所以我為什麼 因為你們那個 你說你這個植物 在這邊生長 在地的人有沒有特別去利用 有沒有特別去利用 有沒有特別去利用 這樣 那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 命名法 那在國外 他們的話 會搭相很多 庫婆是用搭相很多去利用 就是因為它的葉子很大 這樣子 那 野外取水可以當 如果你沒有水條 其實庫婆是很難取水條 因為它葉子供大 供的腕折起來 又多一點 所以它是可以去取水 如果你沒有不取水的東西 它可以 折起來像一個 露蟲狀的水條 你可以去取水 那現在是另外的 這個就是 美學園 就是怎麼講 好 這是不同的 你可以去拍 木膜 如果要介紹木膜 這樣不會只是介紹那樣 你可以拍 不同的角度 如果它上面掉葉子 木膜裡 怎麼長出來 葉子怎麼長出來 一開始就長那麼大 它怎麼生長的方式 葉子生長的方式 這也是變認的一種方式 因為 可能外型看起來很像的東西 它長出來的方式 不一樣 木膜裡的葉子 是先像捲頂一樣捲起來 然後先長出來的時候 不是你看到那麼大 就是一定有葉的成分 然後再慢慢墜大 那葉子一開始長出來 這小葉子慢慢變大 這是它的那個 還可以再走 這小葉子 會不會再走 沒辦法再走 好 這個是 觀察這個很好 你就會像誰 這個當然 那你說它 只像這樣 就會 為什麼感覺像 水 好 先 這個是木膜裡的部分 這樣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邊 那邊 因為早期仙米有種很多竹子 然後你去走兩人 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 會 算是比較好看到這個樹 愛樹樹架 因為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基性 請問一般的青蛙是 彈籃是彈在哪裡 水裡面 就是水裡面 然後這種樹架很特別 我們人不是會利用竹子嗎 就把它鋸穿 是不是會有一個竹筒 他們會在積水的竹筒裡面 這種情況 所以你們下次去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 找一下 有沒有積水的竹筒 然後裡面可能就有它的頭 好 好 那 這也就是說 這個是跟環境 就是說 我們人可以改變環境 就是說 本來竹子不是在 這個地方 不是那麼常見 可是因為我們國人 竹子對我們是牛肉 早期的仙米是 竹子是很常見 那牛完了之後 它就會切 切完了之後 然後它剩下的部分 就是變這個 花蕾藏的地方 那我們變相對 幫它營造很多 繁殖的藏鎖 所以它的數量會變得多 就變成很重的藏鎖 好 那這就是我們改變了這個環境 讓這個環境 變成這個花蕾 花蕾的藏鎖 那它 怎麼分別 它就會在一個骨桶裡面 然後這個軟魚襪之後 就會掉到水裡面 就開始變蝌蚪 那請問這些蝌蚪是 它在獨筒裡面 可以達到什麼 蚊子 蚊子有那麼多嗎 蚊子有那麼多嗎 就是蚊子進去的話 沒有那麼多 沒有 所以 還有 還是說的蝌蚪的實現很特別 媽媽要回去產 胃壽精管 第一批產的碗是壽精管 第二批產的碗是胃壽精管 胃壽精管 就是要給牠們吃 第一批在有壽精管 那產出來變蝌蚪 但是牠們在這個空間 牠們沒有辦法去蜜蚪 然後媽媽要去別的地方蜜蚪 蜜蚪完之後 把 產 胃壽精管 給牠們吃 然後這樣照顧到牠們 所以牠們的那個 那 人類物種 會改變的 這個環境 就是相對牠們來多 牠們本來可能沒有那麼多 因為 竹夫子雖然說 八十五本來就有 可是沒那麼多 我們能為應該要用 所以說做很多 就會變多 就會改變 就是 相對的改變多 那我再講 這個可能對大家比較 因為 發現大家很多就是說 在自然翻炸中 是比較 沒有經驗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 因為這是之前三月之八塊 我去分享 有在意味 那 你們做自然翻炸 你們會想說 自然翻炸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像剛才一樣 認識植物 認識動物 就是我一定要 寄人類 就走過去 每一種植物 每一種植物都要認識 每一種觀眾都要認識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 那 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做 我要變成 很強的植物老師 或是動物老師 或是動物老師 那 我覺得說 與其這樣子 要讓哪一個人 都會變很多 我都說 可以講 然後認識很多物種 其實 喜歡自然有很多物種的方式 我這邊 介紹一下 那我覺得說 自然翻炸 比如說其實說 不用藉在色道 因為這裡比較好 我們馬上其實也可以去做自然翻炸 那白天也可以 那其實自然翻炸就是說 在你生活中間 你就可以觀察一個植物的四季變化 或是大家有不同的地方 或是你找一個主題 都可以 那 這個基隆步道學 其實也是這個 也就是說希望是在地人去關心 在地的步道 那如果有其他人 共同關心更有變成全國的議題 就是說這個步道 像 淡然 淡然步道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進去全國的話 很多人都想要來淡然步道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熱門的一步 那翻炸自然其實沒有一定的方式 我現在跟大家講 就是說 你怎麼講都可以 其實你能想到 就像我們繪畫 有沒有用露營 有沒有用拍照 其實現在是拍照 是最簡單的翻炸 好 攝影 攝影 你就是可以做 經過 我們會用這個很漂亮 就把它拍下來 紅葉 紅得很漂亮 拍下來 這個是白袍子 就是這個山 我拍這一張是 因為白袍子 那頁面空吹的時候 我沒有找你 那很少的純粒 我就會拍這個部分 因為很常常會是特別的 那 形狀 我覺得這樣的形狀拍起來很漂亮 甚至我不曉得這是什麼蕨類 甚至我不曉得這是什麼 我覺得很漂亮的地方 我就可以拍起來 好像我們去賞花 有時候我們不曉得這是什麼花 我就在拍 覺得這個花很漂亮 那 現在很方便 現在你租回來 你基本上上去都可以問什麼 好 那這個是什麼 有人可以認識出來嗎 椰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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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就是中間 你用很快的東西 我會說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是有時候一種你很常見的植物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們也會看出不同的樣貌出來 對 所以沒有人 這個人 絕類 這個就是那個鼻動物 在那個雲露飆滅的時候拍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不太多像一種花 就是很自然的佛魔畫面的地方 那甚至 水的道理 這在水裡面 就是開水的道理 其實都可能沒有意義 或是說拍這樣的 植檔的生理的樹的植物 就是說你覺得漂亮就可以了 就是拍照 你就是 現在有方便嘛 手機一拿起來就可以拍了 那你就 那你可以拍出自己的特色當然更好 那你就覺得說 我要拍新型的葉子 你就可以去點進 你只要看到新的葉子 就可以把它拍起來 那廢話 廢話就是 主帶有很多風景畫 或是植物畫 俊瑪 都也認同 那末未有同日豬 把主最穩的象律鬼 他畫象律鬼這個豬 因為他畫到 讓你覺得 雖然不是很起的 可是有那種感覺 很有生命的感覺 那水 有時候你可以把 你認識的植物 像這個 還好 這個 那這個 這個是用 植物的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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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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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供應 這是供應 然後這個是植物啦 沒有敲軟的就是去用 它用大理石壓花 大理石然後另外把一個紗布去壓 就是去把那些花來壓 就是你可以這樣把那個 指標嘛 然後你可以創造自己的植物創造 這樣子 很簡單 這個模式 就放出來 那也可以拿健康的大量 不一定是要用一群人 這是完自然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最一樣 如果介紹植物梁紫巾 用梁紫巾的話去介紹 它就去拍一個字 音樂 種架葉之夢 春枝首歌四季 這個是跟聽音樂就好像感覺到季節 他們那個是音樂 那個就非常很熟 我覺得這個 就更名 那有人現在有入自然的聲音 然後把它編成曲 就是像這樣 生理空間 死於自然空間 那個都是用自然的聲音去 構成音樂 風倒上去 如果有進去的話 可以去風倒一下 風倒一下 那溫泉就更多了 我們都看很多文具 這是古話有差距的年紀 和平成績 好 這些相關的著作也有 那台灣人就是學人學老師 陳真舟 劉克強老師 他們寫的一些文具的作品 跟文具文學的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再講 雀龍 這個很常見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把它特定 標出來自己去寫 自己去創作 這其實都可以 好 這是阿伯任 好 你就可以做一個創作 好 欸 那有沒有人到 跳舞 有 你也是 無聊老師嗎 不是無聊 是跳舞治療的老師 你是參加什麼活動會到正面 比較特別 之前有參加過大腦 大腦刺激的嗎 不是 不是 但是 是喜歡跳舞 哦 好 這個中間那個紫衣服的是我朋友 然後他是一個舞蹈治療 跳治療老師 那他為什麼到正面 他會帶同學到自然 請你模仿自然的形態 好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大家都要跟著他評論 然後 完了一輪他會講一些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說讓你書發你自己的那個 內心的那個東西 然後就有自然效果 讓你的專業 那我們兩邊參加起來 他好像只是說 帶我們當自然的 那 他也會講說 要請我們去自然的場地 他就會也會挑 他不是說去海邊 他也就 然後去哪裡 就會選一個私人 然後輪到自然裡面 那我們之前有去原住民的部落 大概 在台199線上一個草棚 然後他那個 你進去之後 你的腳是踩在水裡面 就是那個有水長 然後那是屍體 那你的腳大概成10公斤 可是 你一邊走一邊跳 他就會練跳 這樣子 就跳原住民舞蹈 然後越踩越踩 他要到膝蓋身 就是你一直跳 像他幾分鐘 走 因為那個 草承受力 就會變這樣 可是那感覺大家 很不同的體驗 然後甚至 你在走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走到 像那個有時候被踩太多 他們就會換地板 就是他們會拿著 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一些 比較草比較少的地方 你可能會陷上去 所以他們當六期 水龍頭 還會叫你大衣服 你一定要大衣服 以便替換換一適合 那這個下進去很適合 小朋友就很開心 跳進去 他們都是故意的 他們不是說哪邊水 水深 就往哪邊跳 他們就是真的找誰在那邊跳 不是 撕壁 沼澤壁 但是他有一定的沈經 就是因為他沼長的密集 所以你剛踩下去的時候 是可以承受你的重量 可是你大力重量太久 他會用慢慢卸下去 那卸下去 這一整片的承受力比較好 就是你只能踩到這裡 但再慢慢往前走 就會走出來 越走越高 因為那一開始承受力是夠的 可是 當你踩到比較鬆的時候 可以說一腳跨下去 快要到腰部 一公尺多少 甚至有很深的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 就是說可以到自然 那 不是也有說 接住也是 就是說我們去認識 你們可以摸 就是有時候你不認識 你可以摸摸他的感覺 像我都很鼓勵說 家長說 你帶小朋友去 像我們家裡面買 給小朋友來用 觸感玩具 都是說六面體 會有六個不同的材質 可是你到自然裡面 一千多種材質 幾百幾千種材質 因為你摸每一個素 同樣的素 感覺都不一樣 那大部分的自然的東西 你摸都是不會動的 只有少數 咬人包物 那一些 像物不會摸摸它 其實也不會動的 好 像太陽 好 好 那爬樹 大人要爬樹就更 要找到一顆 大人可以爬大樹 好 好 那你可以做這個 請問這群人在幹什麼 曬太陽 其實 怕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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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他們 這個是在跟自然的 零溝通 就是心理學的活動 他們到大自然 然後要把自己內心的那個 創商記憶 然後跟大自然去溝通 用大自然來移動他的 商務求 你們要看他這樣子而已 這其實有很多心理師 就是他的那個 要有專業的心理師帶 而且那個肯定就是說 大概這樣 可能要有六個心理師去 還有資本 就是大概兩三個心理師 大概也是公平 而且 一天的活動 你知道收多少嗎 五六千塊 還算便宜 六七萬塊 兩天一的活動 你說動手 那個不一樣 就是說 自然也可以療癒我的心理 所以我說我們心理不好 不是到自然裡面走一走 有有比較好 那那個是你的 就是說 這是一個你的感受 可是那個心理師就是 壓到你的感受是比較深入 就跟你的 面對的困境什麼 藉由自然的方式去轉換 所以其實 這很特別 那玩遊戲 我覺得小朋友很厲害 小朋友也是只要到 一個草地上 他們就可以轉圈 我爸有一個 這邊 像我的圈會帶下來 所以我爸有一個小聲很像 我爸有六個月 大小聲平臉 他開會 他開會 他會整個人都在那邊 會陪他玩一下 那時候比較抱怨 所以都在那邊陪他玩 就是玩遊戲 好 然後這個是很特別 就是說小朋友 在那邊幹什麼 就是看到幾個小朋友在那邊刮東西 你們覺得可以刮住什麼 我去看的時候 秋雲非常好 還有沒有 甲蟲非常好 對 這都是有可能挖到 瓜粒 對不對 他們挖到什麼 你知道嗎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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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的螃蟹 摺蟹 所以我就覺得很厲害 那個地方是在北投的溫泉 就去螃蟹 人來人好 很熱很好 然後既然 就是很好奇 或是看自然的 有幾個小朋友在那邊刮什麼 就覺得很好奇 既然是挖螃蟹 我就說你在刮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 小朋友要比我們厲害 我們大眼都沒有聽到 那你現在會說這樣 就是說 你看這個都是不同的風波 就是風波跟乳波 這是迪威的夾 這是你們常常在樹上 看到一個是球 那個是橘尾 然後這個是竹子裡面 會有不同的風 有一些草 真的很多 然後那個一球一球的小的是 尼虎風 用一搭左 尼虎風 那個 裡面 橘尾 橘尾 橘尾巴什麼 橘尾巴什麼 那是一個特色的 橘尾 那個有十種 每種看起來都一樣 對我來講 對分類型的不一樣 好 就是不同的種子 這是收集中子 好 我們有一個朋友的 就是拿樹枝 然後把不同的桌子貼上去 然後還要做銀牌 然後就變成一股 一股吊飾什麼 就這樣 也可以很漂亮 那很多人在收集中子 你們應該出去有時候 要看到人家上面 不同的東西 那調查研究 紀錄 你看問人 就是有人認真 語記寫得很棒 然後這個是一般 然後這個是一般 我們去做 我這個步道看到什麼 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 那這是我最敬佩的 我做不到的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的 學生 他每次去走一條步道 他這條步道 他覺得 好這是向山 那向山你看到什麼 101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要不要懂的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要不要懂的 一線天 環境 環境 然後土葵 扇子 他看到這個扇子 然後什麼植物 什麼鳥 有沒有 然後這個樹 有蜘蛛 人面蜘蛛 然後這是用過癮的 水晶晶 有毛巾 然後柏拉木的葉子的形狀 然後什麼 那他就會把 所有的證成什麼 平級慢 二級慢 他就會把 他覺得重要 這一次上課 穿的結幕後才這樣 那這樣繩子起來 一百字之後 就覺得很困難 會出一輪輸 真的啊 你這樣子 一五十章 你就可以集結成這了 有些人要按足所記之後 我去那邊 有沒有看到什麼 就是他要把他的特色 搖會出來 那我只給他借一張 因為我都不敢放一次 那他真的 真的滿足的 那也有人 跟你一樣用電腦會讀 他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是電腦會讀 就是把去的地方 一二三四六七八 十六 這樣子 那最簡單就是 坐著看就好 不要動 不要動 因為我到一個環境很好的地方 我什麼都不要想 就是坐著 好好的欣賞 好好的休息就好了 就是說 你到領頭土地公的時候 就坐在那裡休息 所以我不要走 我在這邊 再一天坐 我這邊 像我正式以為去 如果你不放口氣的話 他其實這個 是我一個朋友 他其實是在看大觀究院本 在那邊躺著 然後飛下來 在這個山頭上 他有拿到眼鏡 所以他的手是 在拿到眼鏡 他在觀察那隻大觀究院 然後那邊其實 射數大概35度以上 他可以坐在那邊 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我們中午吃飯在那邊休息 我們都躲在裡面 他就一直坐在那邊 那 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做這樣的方式 那我現在會講一些例子 就是說 我之前 覺得說 我在座部長那邊 觀察 觀察說你到底要什麼 你要真的是 都要像紀錄總計什麼 那我就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方式 我不歡樂 那你也有可提款一個方式 去我們學 或是說不同的角度去欣賞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說像我也是說 要去教幼稚園小朋友 幼稚園小朋友 我要跟他講 這叫夫國慾 這叫千年慾 你覺得他會理我嗎 不會理我 不會理我 那我只能怎麼樣 我就說 我們來看顏色 因為那麼小 顏色都認識 顏色都認識 紅色黃色什麼都不會理你 那我就說 自然有什麼顏色 你們看過什麼顏色 好 那我來問你 你們都看過對不對 你們認識顏色 應該給他們說 好請問你 我要問你們另外一問 就是說你覺得 什麼會代表紅色 你不能講紅色這個東西 但是你覺得用什麼東西 可以代表紅色 可不可以每個人講一個 太陽 太陽 很好太陽講 趕快 前面比較容易 花 什麼花 哪一種花 對 花有很多顏色 哪一種花是紅色的 鮮湯花厲害 蛤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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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 草莓 紅色的東西很多對不對 可是你們想一下 你們剛才講的那個顏色 都是紅色的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顏色真的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那紅色是個人認知的紅色 你會怎麼認知 你覺得紅色就是沒有 那可能我認知的時候跟你一樣的時候 像如果剛才那個同學講西瓜 我只從小對不起我只吃過小玉西瓜 那他講西瓜的時候就說 那個人為什麼講西瓜 認知不討 所以顏色是很個人認知的東西 你手寫的東西你覺得是 所以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們這個 因為我以前在看植物書的時候 他經常會寫什麼乾色 什麼偏藍色 偏紫色我每次看我都說 覺得我看的不一樣 你瞭解那個意思嗎 所以你去以後 你去看那個出顏色跟他不一樣 你就覺得說這是正常的 只要不要把綠色看成 沒有紅色看成綠色 綠色看成紅色 那叫色馬 你要去看治療 那基本上你如果看的顏色跟他有差異 是很正常的 尤其在我們在野外 藍色跟紫色 有時候是很難區分的 就是你會覺得是紫色跟綠色 會有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我就說紅色系 其實這個是 我們台北是常見的 其實在大基隆區 應該都是常見的 這是台灣的住下面 這是栗子村下的常見 栗子村下 栗子村下 最近可能六位發生 六位在警告說 栗子村下有毒 然後他的卵 填在你們的紗窗 或是衣服上都有可能 但是那個是沒有毒的 不用擔心 卵是沒有毒的 就算你把它弄脫也沒有毒 也沒有毒 如果有遇到栗子村下 你們可以試著玩一下 把他拔下來之後 丟在地上 他可以反彈到一半的高度比賽 他的彈力可以長大 他很像屁股球 都看不叫做屁股 你們可以有機會看到 你們可以玩的時候 因為他是換來種沒關係 換來種都要被遺囑的 換來種都要被遺囑的 所以我都要偏一點點 這是栗子村下 村下類的刺激刺孔 其道有一個吸管 這一張這個你看那個吸管 然後這個是 紅腹吸收 蜻蜓 這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上一遍 很常見的 紅色的東西 那這個是 反東下古董的 這個是什麼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這個最近會出現 在那個三桂花 他喜歡三桂花 這個是 中常景捲略相比重 很常 名字有八道金 我都說 這樣子太難記了 對不對 中常景捲略相比重 他是棕色的 脖子很長 長景捲 對不對 會捲葉子 捲一個高粒菜捲 可是對方很像聽不懂 我說這個 你用叫他長幾層就好了 因為脖子很長 你可以舉一個逆證 你這是很特別的 這個大家都熟 調整 好 蠻 很蠻 但是這是很大字的 這有0.5公分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你跟我們看不到那種 這是你跟我們看不到的 很多人會叫小紅蜘蛛 很多農業上很多人在做農業說小紅蜘蛛 那個比較小大概一兩 一兩米 就是0.1、0.2公分 這個就很大 這個我都說是牛排的切面 這是一隻身上的落種 然後這個 生字蛋糕 甜點 這是蜂蜜蜂 某種蜂蜂蜂 其實蜂蜂真的都很漂亮 可是不好拍就很小 紅色的 請問這是什麼 不懂 不錯 我們都好聽到 那我也是這樣 這個 也是那邊有的 短冬香指頭 這個叫螢火頭 那路也是黑蜂蜂 真的是螢火頭 而且是短冬香蜂蜂蜂 那邊有的很漂亮 大概有小指頭 第一節再長一點 大概有兩三過分 但是它是白天出現的螢火頭 它不會發光 那很多人就可以問說 不會發光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最早被秘密的怎麼辦 就叫螢火頭 所以它以後 跟它類似的種類 都要叫什麼螢火頭 都這樣子的秘密 就我姓黃 我以後我們就要主持 因為要跟我姓都要姓黃 不管它怎麼算出來 這個鼓勵不太好 是 紅原刺 這也會有 這在秋天長的出現 就是 像剛才那個 陸野生館也只有三四月 三月底到五月初 只有出現一個多月 所以你們剛好下禮拜去看可能有機會 好 黃色系 葉通,人是都有的 小黃標種也是有的 龜金蛙蟲 像這個如果你要找這種蟲 就變成要找醋葉千年 他喜歡吃醋葉千年 或是地瓜 地瓜葉也可以找得到,地瓜葉藏也找得到 還有什麼 芹菜 不是 那個 甕菜 那個 那個 沒有甕菜 另外 燕菜 空心菜 對,空心菜 為什麼空心菜,地瓜跟 那個 蟲葉千年都會有 為什麼 因為它是同一顆的植物,它都是玄化歌的植物 它是玄化歌的,所以只要這些 都有機會 是它的植物 所以它就進行 對於說它搖解植物跟動物的良心 這是蠕蝶,三劍蝶 金蛙蟲 這也是另外一種黃色的動物 沒有系統的 甲蟲又黃色的,比較少劍 這是蠕蟲又黃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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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蠕蟲 這個很有名 這是鬼臉天人 有看過沉默的羔羊嗎 沉默的羔羊 那個海到朱迪伍斯的嘴巴上面 這就是這隻 長大之後就是蠕蟲 這個應該比較不同 蜘蛛 這是蜘蛛喔 很奇怪的蜘蛛 很奇怪的蜘蛛 還有黃色的 這個在農小路也是有 只是比較少 剛才那種是有的 就是看起來很像是蜘蛛 這個第一次看到有蜘蛛 然後會動 後來講話也是蜘蛛 還有很多的 綠色的 堂堂大概都什麼 堂堂 堂堂堂 堂堂堂堂 就是那個 牙蟲類的 這個 村下 金規矩 這個 樹蛛 樹蛛看這位是說是綠蛛 他那邊有台北樹蛛 莫斯好像 綠色的 綠袖子 綠色的 就不同的特徵 然後這個是蜘蛛 那我看到 其實我看到這一章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說 蜘蛛有那麼多軟 都是牠生的喔 那你看牠的體型 可以生那麼多 對 牠當然是像雞一樣下蛋 牠生一顆蛋 輪流下 可是 牠的體型 你看 一顆蛋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就好了 牠其實其實可能比較大 就是鈍的 牠一直生一隻 各所所 你看牠生了幾十顆 真的很厲害 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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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瓜 這個 怎麼要傷心那邊可以嗎 這個看得出來嗎 這個看得出來嗎 厲害耶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都騙人家說是我的家地磚 這是青蛇 這是古堵的 你那邊也是有機會問我講 謝謝你 藍色 這個那邊也蠻多的 其實 這就是琉球基石石 這個樹也很特別 就是被叫基石 台灣有這麼漂亮 這是台灣的電藍小森 這個在竹子上面 牠喜歡長在古牌的竹子上面 所以你們看到竹裡也有機會 看看 台灣找周邊可以找得到 這在北部市 麗雲 對 那個 然後青蛇 這是最近蠻常見的 在竹子裡面 就是祖國羅漢宋的 那這巴黎才會補償 這才可以補償 那這裡也有這種西 立文之龍 這是在這裡的文章 這個大家都認識 這個也是大家都認識 只是你看到的時候 那顏色因為我們的相機 拍出來才會出現這個男生 你平常看到的時候 整隻都黑黑的 然後他就在嘴邊 西邊跳來跳去 然後叫聲的聲音 好像那個腳大聲的沙聲 那種聲音的能力 但是他拍起來就漂亮 只消通啦 只消通 但是他每年大概這個時候 唱歌就好變 因為這時候要舉老婆 唱歌就變了 就這個音樂限定 然後這個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什麼 老婆 藍色 蒼蠅 脆麻 沒有大 對 比如說蠻大的 就比較長短短短 大概有兩公分 然後這個是蠕蝶 小黑點 也就是你在的時候 在短短短小小的 但是他目的色 多色性 五色雅 兩黑色 為什麼他變成紅黑 告訴別人說 有毒 然後這樣子打破 比較不像一隻蟲 看不出來是一隻蟲 因為他是在那個地方 我是要看給你們看 他如果在找人 你們就看不太多 那這個是 請問有幾隻蟲 的幼蟲嗎 好幾隻 第一個問題是有幾隻 第二個問題是 這兩隻是一樣的蟲嗎 一樣 為什麼一樣 一隻比較紅 一隻比較黑 褲一樣 對 因為他脫毛皮顏色比較白 就好像我們去賽道菜場 脫皮完之後 會比較紅 或是比較 脫毛皮比較白一點 那 這個是他的蟲皮 他的蟲皮 那觀眾 我們都說 小朋友 一隻蟲一隻蟲 觀眾一次脫皮完之後 都淡一倍 他們其實 已經 都不懂 多色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很奇怪的 春巷 吃肉的春巷 比較瘦 一般的春巷都胖胖的 那這個是肉食性春巷 因為肉食性春巷 胖胖胖的 烈子烈物不靈活 所以他變瘦狼 這是肉狼 這是肉狼 這是 這也是在那個 軟 Quez 百萬樹葉 這是金龜子 我們以前學到的 跟我們說 鵝有一片蝴蝶一片 這也可以算比較明片 這也是有明片 這是花金龜 鵝 鵝 鵝票一下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说你可以用颜色 你会觉得说你要笨怎样笨 那或许我的颜色会把大家觉得不满意 你看这个自己再笨 那这是最基础的 就是我可以拍 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会说 大家为什么会说 到底这个物种是什么色 请问这支甲头是什么色 绿色 绿色 又蓝色 又蓝色又绿色 好 没有他这支左半边 绿色 右半边蓝色 就是我这边有晒很多晒晒的 然后这边没有 不是 因为我们像这种颜色是化学色 就是我们看到白色 永远不是白色 不会给 可是你是不是有一种贴纸 是你不同的角度 你会看到不同的影像 那这个叫布鱼色 那很多蝴蝶会有布鱼色 鸟类会有布鱼色 就是说你看蝴蝶派自白 你会看到蝴蝶蓝色 有时候没有 就是那个就是 就是光线经过的角度不一样 就会做不同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应该会有布鱼色 这个东西应该会有布鱼色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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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不错了 可是 只有他有一个 其实我这张照片片片了很多 每次冲出来有说这个是什么 他在那边猜猜不出来 很少你们猜得出来 就是大家都聚乖 又没有聚乖 那这个呢 花 对 这个 很布花 好 这一段点啊 这是蠻好的种籍 这个呢 帆桶 这刚才其实有讲过了 哦 有没有 那个 这个是另外一种 千年玉那种的花 他的花 这个 金规子 金规子 对 为什么要那么多动 请问 掌没有动的比较简单 还是掌有动的比较简单 没动 对 那为什么他那么多动 一定有动能 那你有没有看过高手术 高手术是不是上面有多动 对 为什么要那么多动 让飞行更稳定 还可以飞着更远 那这个 就是模仿风筒 A球也是这样 就是让那个球更伏劲 更快 对 我们要模仿自然球也 是 这里是不是他身上的 有点对价 没有啊 不是教制啊 你看就这样啊 只是我们远观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是 拼的 可是当我们尺度更细的时候 就会变成像 像自然的 像这样的动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 看的时候有时候都远远的看 你们要仔细看 如果看到不同 那我再做自然体验的时候 就是说再一次 我会告诉你们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然后这个 这个你们去也会看到 轻体 和翅膀 有没有 看到翅膀的文入 有没有 像很特别 非常的特别 轻敌的翅膀 很特别 那我都说 他写了很多不同的英文单字 我会教小朋友说 请找出上面的英文单字出来 有没有 H I 我自己想 就自己去编 自己去编 然后就是 这个就是说 我们到这里面 我们那个 Sumcube说 波子刺针之动 这个叫轻敌 这个叫动物 我可以用不同的玩法 比如说你不要依然说 波子刺针之动 你可以其实也不懂 你都完全不认识 你可以提到他的创意 或者说 你这个会像什么 那为什么会 他的翅膀为什么不一片的 为什么像玻璃 这样子要那么多下下的 为什么不一整 可以一整片比较简单 有没有长到一片肉 为什么长的时候还要那么多 因为他们都会发生意外 他们在飞的时候可以撞到什么东西 如果是一整片的玻璃 我们知道有多地方 框 一破 是不是整片都破了 它就不能飞了 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子的时候 它很破掉 一小片 像日本那种鸽子撞的时候 那种破掉 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可以飞 只是飞行的功能变差 但是它还是可以飞 所以他们就演化成这样 可能有另外一个物种演化是得变的 可是它就 不见了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安静 这个是叶子的 这个木头要挖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我 昆草托笔 我都说它起立地 我看没有 这是刚扣笔的时候 他过了一阵子就会变这样 这是什么 东方水帘 你不懂东方水帘 叫做翻丢一个翻译叫野外的障碍 你家的障碍其实也是会有白色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就刚 脱完底出来 你就会翻译 他过一阵子 你那个颜色才会显现 那我说这个是什么 高纹 看不出来 高纹入球 这一盘吧 这个就是一般的 就是普攻音之类的 鱼科的植物 它的那个上面的种子飞掉 就剩下那个盘座 哦那个毛都飞过 对对对对 我都会看跟人家不同的角度 你看 鱼科的都会这样 然后这是 这壶底这一刻就知道了 这个 可能大家不常见 这是我去排庄的时候 八角骑 很漂亮 我不知道它骑那么漂亮 就是很多生物 我们虽然认识 但是是宿舍 那是淡水 那是海水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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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东翻 在成功于乱 我们那时候看到 我觉得很嫖艺 但是这一张我没有拍 我本来是要 后来我想要再去拍 五多话没有去感动 我要去拍拍什么 拍 平行 然后说 这是我家的铁拳 这样不像 你看过去把它 变成平行的时候 这不像铁拳 然后说 我现在铁拳的装置艺术 然后说 放第二张 我会喜欢这样 动让我走 脸 出让我走 然后这个是 金蛇 这是假的 真相 这是刚才像牛排那一只长大的 那小时候像牛排 长大是金属 那我们说 很神奇的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是什么 不敢看 这不是 麻麻种 这是什么 猜得出来吗 秋雨 那你肚里一看 可是你有看过秋雨 我看到他那个吗 这个叫夜观的时候 有一次夜观的时候 我就说 修影常常看 就是有座位的那种蛇 秋雨很长 30公分的那个 这个 记得很太远 那我就说 秋雨 他们拍一看 结果拍成这样 然后后来我去发现 诶 不同的秋雨 不同的光泽 那个光泽 我去看 很确实说 他们会在洞里面做 像萤火虫那样子 萤火虫在外面 要亮一点 然后他在里面那么暗 那就可以 用灯光去交易 那是他们的讯号 可是现在因为 目前科技没有 这个光度比 萤火虫的光度更低 10倍到短 因为里面比较暗 对对 那萤火虫现在的光很厉害 你如果手机是iPhone12 你放的 你可以录萤火虫的 很厉害 以前我们那个相机 怎么拍都会不出来 这段时间可以录萤光 比萤火虫还不厉害 这个是在以外观察的时候 请问 桶在哪里 这个不是树子的 我们是桶 这六根树子里面有一只是桶 我好想好不好 这三根里面有一只桶 这样里面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在哪里 再一根出来 在左边的 对对 这样就比较简单 然后再简单就这样 我们经常在树杆上 我们去的时候 满东下的树杆上 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 就很多磁额 而幼蟲 那这个就是电视上 最常写的那个 有没有 为什么叫磁额 就好像他一把磁 他每次走的路律都一样 就是电视上卡通 有麻烦闹出来 就会那个人再会走 话之后 最短话就是 那你不要问我 是台头磁的 因为台湾的磁额有 六七百种 台湾的磁额 来 瓜鸟 请问你们认识什么瓜鸟 谁有认识五种以上的瓜鸟的奖品 很长对不对 你们认识的瓜鸟告诉我 你们认识什么瓜鸟 黑兜大瓜鸟 那请问这是什么瓜鸟 白瓜鸟 黑兜大瓜鸟 这一次是非洲大瓜鸟 真的没有骗你 这一次是非洲大瓜鸟 刚生出来的时候 铜管刚跑出来的时候 你看 还是有一点像 只是他比较白 不会弄到 你看他两块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蛋壳 刚从真天出来 他们大会是归 那我说做自然观察 前一阵子是 现在嘛 先 柑橘类水果最多 请问有人认识这七种跟柑类水果吗 好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 这个是柑橘还是柑橘 这个是柑橘还是柑橘 柑橘 对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中间是松的 柑橘中间又不会是松的 不会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感冒 感冒 要是 我们特的 那个比较小的 黄色的 比较橙色的 有没有 大的橘子 然后这是比较小的 这个很简单吧 这就是柑橘,柑橘中间是秘密 柑橘 好厉害 你看就是柑橘的 体比较厚 这是我的陷阱 这是我去 战国多课的时候 用柑橘 为什么要用柑橘的 因为他们都丢柑橘子大 然后他们这一刻都猜不出来 猜了很久都说 是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说 你们都丢点试的啊 那是说柑橘那样的小的 我说有啊 那个麻豆纹丹那种 有些老长的 就很小一刻 然后 怎么看就是 像刚才同学讲的 在生活中 你可以去用不同 那像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会切 像你切木瓜 你都怎么切 从长的地方切 你像是从 这样子去 就是切的方式不一样 你可能会比较词 你会比较词 所以我说切面 切吧 这个我还没有时间去 下次我要把一个水果 然后就把它 中切让你切 就切得翻行 另外一个课程 那是国中的课程 因为国中的课程 这样会比较 会比较好 好 我要讲报警 还有10分钟 这就是举并值的 就是说 你做事务者自然 幻者就会长四季 这是风向 那你看 可以从任业的时候 就是长叶子 然后不同的形态 这个是风向现在 正在长叶叶 其实我觉得风向叶叶 现在比风向的时候漂亮 因为他现在的层次 其实比较多 更丰富 所以我会演 你看会有这样 那他 长大一点叶率数就会出来 就会显现出来 就会变得比较迷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叶子 然后像这样 这样有几个颜色 我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有几个颜色 你觉得有几个颜色 这个每个人答案 绝对不如一样 我可能会觉得五种 你会觉得八种 那这次有几个做事几种 还有一百多种 那个就是乱讲 因为这里只有几片叶子而已 然后一百多种 这个就是到前面是真的 后面就会有一些亂 那我就会说你请举出来 就是欣赏 其实欣赏一个植物的 不同的地方 就是果实 就是 可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 接触的刺激 那这些果实有什么用 种子 方向的种子 你应该没有看过 就是要挖那个 你还没有看过 然后有些人做成吊饰 然后会有 什么耳慧之大 其实方向还蛮多分种籍 然后 然后 会有另外一个主题 你要介绍之后 风向这叫风向 这叫藏书 人家 没有兴趣 我们为了要引你兴趣 我们有朋友就说 愿赖施数 你看这同学也有兴趣 好 猜一下愿赖施数 会是什么 施数 可以 你们想一下 恋爱 恋不群 相识 苦恋 太厉害了 苦恋 然后再来 苦恋之后 完了之后就要成果了 对不对 然后就相识了 就是不能藏在一起 因为已经开始交往了 然后就会互相识念对方 跟开始相识 就会介绍相识 那要办什么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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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会 可以带路同意 可以跟他建议 没有没有 没到离婚 太快了 太快了 还有一名步骤 很重要的步骤 结婚之后 可以声响 声响还介绍什么 无患 感谢吗 我都说我这个朋友太厉害 这不是我的创业 这是我朋友的创业 我都说 这样子介绍之后 你又没有兴趣 这四种植物你都不会记起来 那这一次只要介绍四种植物就好 可是这样的老师毕竟太少 这样的创业很难 所以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不用很死板 你这样子介绍之后 大家眼镜就很容易记 好 那你可以自己想 植物的原本 就是随便拍 下面一个眼 蛇 眼镜蛇 就是你拍 你不要像什么 我自己不要像 这个叫 外星人 这个 如果有看传统的 年轻的 可能要去翻误 脚小的也会 那个副手什么军场 你们可能没有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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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眼睛 这个这边也有 这个是那个 野鸭盾 野鸭盾的 过失 他有像眼睛的样子 你可以看不同的角度 很多都是他 鸭子 然后回眼 这个叶子是自己新认的 有 我没有 我没有做错 刚刚我说 不是我跟佛 就是我看到 我也觉得 比较一进来 这一点 鬼一点 然后我说这个不是鬼 这个是很有 艺术的 来 看过这一句话了吧 没有 孟格纳 对 对 没有放到这一个 孟格纳 对 我去看那一部世界里 孟格纳 好 然后来我这个 这是 还多美 好 这个因为 好 没关系啊 这个就是 像我那个假面操 然后这个是你去吃以前消一些后面那个 这个是我的脸小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叫那个 赫顶 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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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都说这个叫小鹿 那我在介绍这个 这种植物的时候都说 我们要有机会 我们不能去摸它 因为摸它会怎么样 对 没错很好 这个说就很好 我在介绍的时候有时候 他们就 他们就只会说 这个叫做泛小鹿的植物 但是他跟这个 别的叫小鹿 就是说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影响 那这个是谁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的 因为我那时候在照顾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跟我一起在你照片 这个是谁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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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我跟我们家小鹿 我们家小鹿 对 他就跟我讲OPEN OPEN OPEN 是谁 然后他就说 要不然你去查 你都不知道那个 你怎么笨 OPEN 你又真的像吗 你看 肚子跟我讲 幽灵把 只是它是幽灵把 幽灵把 不是那个最后 好 那个就是说 你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 可以清浪 那你不知道那个植物 有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就是说另外的官长 那你要这个创意有难的 所以我看一看 我真的很配合 可以在四处会做 好 然后动篇 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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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观察一只手 我都会喜欢观察 从 他的耳 这是他的耳的部份 右手 比较大 然后右手在做什么 很能 很看颜色 然后 有 画有出来 然后成手 就是我会去观察他的一个 制裁 然后交配 然后这个在做什么 这一只 钢羽 要把东西排掉 跟 蝴蝶也一样 会把那个胜利 这样多余的水会排掉 然后盖也排掉 大部 分量几支 然后我还会把它穿过来拍 这样子拍 用不同的角度去拍这一只手 好 好 那这也都一样 就是观察 就是去记录 你们就是可以记录 那 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 一阵子记录到整个过程 然后文化一点 这是很常见 那文化一点 右手 很常见 然后到正面 勇 可是 他的勇发现 有一种 很厉害 这种 看来话 有时候 寄生小朋友 就是寄生在哪 什么寄生在哪 然后你看有些 他是不是上面那一只有洞 下面那一只有洞 那就是被寄生过后 有时候从侧面 那里面就会有几十支 被吃完 他那一只被吃完 完全突破了 然后你不知道是不是罢了 球 长龙 你如果看到虎蝶在叶子上 屏架 在地板在很滑大转是套在 很多颗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他哪里找 我说去找就找 可是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你不会知道 好 人蝶蜘蛛 长得像人蝶 其实很常见 这个在那个 反光效果里面 然后他有不同的色型 这是红色型 然后他也有 蜂蜂啊 蜻蜓啊 甚至有蜂蜂 尿 还有蛇 可能会带虚弱的时候 有跟他蜜蜂 蜜蜂 这是蜜蜂 有看到吗 这蜜蜂 蜜蜂 那他功能 他武的差很多 这是人蜜蜜蜘蛛 那公蜜蜘蛛 体型跟他一样 你看那一只是坎方形 那一只是比较圆形 所以左边是他老虎 那他老虎多大 这蜜蜂蜂 这蜜蜂蜂 这蜜蜂蜂蜂 那个蜜蜂蜂只有上午时代而已 然后你看这个才是 成熟的课题 跟工作差很多 蜜蜂蜂蜂融 蜜蜂蜂蜂 然后这是蜘蜂 蜂蜂蜂 faktiskt不是没有蜚色 每一种蜜蜂蜂的眼泽 这很多蜜蜂蜂蜂 黄蜂蜂蜂 不是只有結婉型的蜘蛛 像我們家應該是喇牙 就是捕捲型的蜘蛛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蟹豬 我第一次拍照牠的時候 看到這隻蜘蛛為什麼都不動 好乖喔 這隻蜘蛛好乖喔 結果我才發現 牠是被蜘蛛刺掉了 難怪在那邊都不動 我還想說我們拜託怎麼那麼乖 那你說牠們有捕食命蟲 牠們很厲害 牠們也知道從後面下手 我就是直接跟牠幹什麼 好 那除了班長這樣子 你也可以找一個地方 去做班長 這是我帶台北市人搖流工具 物理確訊的資料 那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整治成這樣子 而且想說一條水瓶有什麼東西 好 開始 因為我那時候都要收小朋友 綠蛛就很棒很清楚 我就帶牠走 我說這個是螃蜘蛛 好 然後開始 吳郭羽 正常 吳郭羽 黑青 這個人叫黑青 好 大陸羽 原常見 這是大陸羽 這個是鯉魚 對不起牠的 不好 鯉魚 鯉魚 放牌 人家放牌 好 鯉魚 鯉魚 然後有鯉魚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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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鯉魚 就是鯉魚 很鯉魚 然後鯉魚 然後這是半鯉 這本土 小時候 然後是八十鯉 他們叫共鯉魚 還有其他人家放生的鯉魚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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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一點 就是說 那大家說 你做整個鯉魚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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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